黃醫師 媽媽幾歲了 就是 我算一下好了 最近比較少回去 其實就住在一起 她大概七十歲左右 七十歲左右 對 那媽媽有在重視這個事情嗎 我覺得她滿重視養生的 事實上我覺得我媽體力有比我好 她肺活量有比我大 罵人比我大聲 然後記事情比我記得清楚 那不錯 狀況不錯 對 然後所以她自己是說 因為她小時候那個年代 她自己就是我阿公 就是她的爸爸 對於這個家裡比較會 就是強調要中醫 要藥補 就是照節氣 節氣到了就是大家要開什麼 燉什麼事物肌 麻油肌什麼 大概都這些都做到 比如說她就說她坐月子的時候 什麼每兩天吃一個麻油肌 然後來對照祖國 我不是說我沒坐月子 對 對 然後所以她對於養生啦 吃這些食補 第一個她就可以接受 然後第二個她也非常能夠接受 現代的所謂保健食品 因為我妹有去英國留學的時候呢 剛好就是遇到她的那個 更年期的時候 那所以呢 她就從英國買了那個 保健食品給她吃 就是類似像是維他命之類的 混合的東西 然後我媽也會說 她吃了之後都沒有什麼更年期的症狀 很好啦 然後最近她也因為年紀比較大 然後這個膝蓋會出現一些 比較會痛的情形 走路就不能走啦 腫起來 以至於需要去醫院看風濕免疫科 這時候她也很能夠接受就是說 朋友給她的建議 不過這個保養這個議題啊 我自己都覺得很有趣 比如說因為我的病人年紀比較大的 那我們這個職業其實是向病人學習 我很喜歡問病人就是說 她如果90歲看起來很好 我都會問她吃什麼 那有一次我在那個醫院的 就是那種 就是演講餐會 然後剛好我旁邊就做一位 這個高齡90歲的眼科大教授 就是她是台灣第一位 開近視雷射手術的教授 然後她就坐在旁邊 然後我就問她說 教授 因為90歲的教授坐在你旁邊嘛 就是這樣子的大佬 我們就請問她 請教她說 教授你有什麼養生的辦法嗎 她就說沒有 我都沒有在養生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默默 那這時候菜就來了 就是開始上少菜 那因為教授如果不開動的話 我們就不敢吃嘛 我們又很想吃 所以我趕快勸教授說 教授 菜來那個請用 然後教授就說 我現在都吃得很少 那她也沒有動筷子 後來這個餐會的時候我發現 其實呢 我吃什麼 教授都有吃什麼 她每一樣都有吃 各種營養都均了 各種營養 她其實都有吃 而且我算食量大的 我覺得吃得很飽 教授宣稱說 她平常吃得很少沒有再吃 其實一樣有吃這麼多 然後最後一道是 羊枝甘露甜品來了 然後我就跟教授說 教授 這一道非常好吃 幫她盛了一碗 放在她桌子上 她吃了一口之後 露出燦爛的笑容說 我最喜歡吃甜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而且她後來連吃兩碗 這麼厲害 我如果會吃就表示 她要做餐廳 對 身體健康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 可能那個字 我覺得說我一定要做到 什麼保養 或者是人家說 不要吃甜的 其實很在個人 我後來覺得 好 那閒人呢 除了你跟老公之外 那現在這個公婆 或者是爸爸媽媽 都也要照顧吧 我父母在過去兩年 就陸續過世了 然後我公公也是今年出 然後現在就是我婆婆 然後是老人家的 那個花費也是會有 像我婆婆其實 她很少用到什麼 這種醫療服務 除了這個三高 要控制之外 但是最近她就開始 會有說這個腳 因為她已經90了 然後前一陣子就開始說 腳痛這樣子 後來帶去看這個骨科 然後就說這個什麼 壓迫到神經 後來又打了一針 叫做那個什麼PRP的 然後就一萬五這樣子 然後一針就一萬五 對 一針一萬五 然後就那個上面 我們看她有給我們 那個說明書回來 就說可能要過什麼 我們再觀察個半年或多久 也有可能要再補牆這樣子 還是要繼續再打 自費 對 這個都是自費的 然後還有 那一次去的時候 那醫生還有說 她婆婆有這個骨質疏鬆 然後也打了一針 然後那一針就九千塊 那我記得疫情之前 她也有打過一次是七千 然後現在好像也變貴 所以那一次去 就是去那一次就花了兩萬多 後來又過了一陣子 大概幾個禮拜而已 會婆婆又說膝蓋痛這樣子 所以又帶去看醫生 然後那一次也是打那個PRP PRP是什麼 也是一萬五 就是一種 紅小 rich 就是一種增生療法 就是透過注射一些東西 促進它當 當那些有一些清除跟發炎 那個反應之後 讓它 聲稱可以讓它 就是比較不會痛 搓你的血 增生療法 搓你的血 然後經過離心 離心濃厚 血小板 再打回去你那個地方 痛的地方 對 plotated rich plasma 用這種方式 那所以 婆婆 這個腳的花費 這個的花費 就是還是增加了 對 那媽媽呢 我媽媽她是 前幾 前年的時候 她是癌症過世 然後她一開始的時候 是大腸癌 是81歲的時候 她先大腸癌 然後我 但是因為那大腸癌 就不能夠 她年紀比較大 醫生就不建議做化療 所以是給她吃那個化療藥 所以在那個大腸癌那個階段 其實沒有花很多錢 就是大腸癌那個手術 大概就是整個連那個住院 記得差不多大概十萬 因為我們對媽媽比較好 就是給她住那個單人病房 是 就大概花了十萬 然後後來過兩年 她就轉移到那個 不是 大概也不是轉移 她就是後來在膽管那邊 也發生癌症這樣子 然後所以膽管的時候 又做了一次手術 然後那一次也是差不多 大概也是十萬 就是都 那一陣子的花費是還好 因為她癌症之後 就有可以領這個重大傷病卡 像這個門診也會變得 就幾十塊的掛號費而已 就那一陣子都還好 但是後來是到了這個 有轉移到腹腔 就是膽管癌手術之後 大概過了一年 她又轉移到腹腔 所以那一段時間 就會覺得說 好像在這個營養品的部分 因為她轉移到腹腔之後 她變成好像 其實食慾很差 然後你要給她吃什麼東西 其實比如說兄弟姐妹 比如五個人 然後大家都收錢 要不要回家 然後每個人都花了錢這樣子 所以你說整個癌症 有花多少 其實我覺得我媽媽 她本身沒有花很多錢 對 是因為大家都想要對她好 所以帶她每次回去 大家想要帶她吃好的或什麼 但是那些食物其實 只要不然都進了我們自己的肚子裡 因為她也吃不下 她也吃不下 也吃不了那麼多 然後但是有一次就是好像有 就是家裡有人 就是看媽媽食慾不好 就會你想要各種東西都買買看 然後就買了一個 有一次又有人買了那個燕窩 就我媽就是什麼都不吃 她就喜歡那個燕窩 媽媽也是適合 然後但是我們那時候 也是會覺得說 不知道到底 又有就查說什麼燕窩 什麼會助長還性暴 那到底是給她吃好 還是不給她吃好 但是後來那好像變成 她的零食甜點 就是唯一她願意吃的東西 變零食你就要買菜的 要買菜的 但是我媽 阿卡董那是燕窩 她會覺得是燕窩 就像那個 我看到黃大明 她本專有說 她騙她爸說那個燕窩是什麼 那個什麼白母兒 我覺得我媽是騙不了 她知道那個就是燕窩 所以後來她就 就只吃那個燕窩這樣子 所以那一陣子 我覺得好像在 還有那個吃不下 還有吃那個什麼 她那時候還有 因為轉移到腹腔 然後要吃一種很特別 就是糖分不能太高的 那種營養品 一個牌子 不要講名字 但是就是整天都要喝 那個喝好幾罐 不然先忍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到某一個年紀 搞不好癌症就花很多錢 而且是可能是吃的 因為以前人都想說 那老的時候 我不會花很多錢 可是其實那個吃那些 都是一些成本 了解 那爸爸呢 爸爸 我爸爸的話 他就真的 男人好像我爸爸是 不可能騙他喝煙窩 他就很節省 所以他是 絕對不想要花錢的 可是到最後還是要 你跟他滿燕窩 但是就跟他說這菜的 沒辦法 我爸很真 騙不了 但是他後來就是要 就我媽媽就不願意請外傭 所以我媽媽那時候 真的還滿省的 都是我們自己輪流 可是到爸爸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能夠狠的下心 就把外傭就請來 就堵給他這樣 然後因為那時候 大概那個照顧的時間 會很長嘛 然後所以最後還是得靠一些 人力外力來幫忙 所以那個部分的錢也是一個 外傭也是一筆錢 我記得因為 而且那時候我們碰到的是 疫情的期間比較慘 那就是像那個外傭 都會來跟你那個寒假 比如說那時候政府 可能才規定底薪是什麼 一萬七 我記得那時候 然後那個外傭就跟我們 就是開始來每兩天 就給你罷工 就在家裡keep 你就不做了 兩隻到房間去哭這樣 然後後來就只好 付他一萬九 然後整個那時候 哭一哭就加兩千喔 對 就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真的找不到人 他不做的我們就沒辦法 疫情期間確實不好找 對 而且還有聽過更慘 我朋友有 他說你們才要求兩千 他家的要求變成是四萬 因為他知道他們這一家 沒有他不行 就是爸爸那個老人家 已經習慣他了 所以中間給 對 那時候你真的 這個人跑掉了 那時候是真的 就亂掉了 所以四萬還是給他 還是有給他 就是說很多額外的支出 真的我們沒有想到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